县长林明珍施政三周年记者会 突破以往的表现方式 创意活力十足 县长林明珍宣示 明年将解决青年们住的问题 将利用现有地主管宿舍 兴建青年住宅 让青年不再忘乌兴探 我们要解决青少年住的问题 尤其现在我们年轻人 要买一栋房子是忘乌兴探 所以我们计划在明年度 我们利用现有的工地 也就是我们的救世社区 要来兴建大概200户的青年住宅 议长何胜丰亲自到场表达肯定 他表示南投县大退观光结合农业 变成观光线 南投县百姓才能过着幸福的日子 虽然近几年观光客减少 但林县长在全国幸福指数的 民调排名第五 这都是县府的努力 在官典的努力下 我们变成一个观光大观 所以说在我们官府的努力下 为官典我们農职立结合 我们南投备山 照着的天国 但是这两年的观光阶级 民宿也好 参与日也好 各行 应该都充足 但是在我们官府的团队下 领导下 近年 全国的民调 政府的民调 要有时候拼到第五 应该就是 我们官政府 应该都拼了 先议员曾正言 也肯定林县长的施政 并期许林县长 在所有议员强而有力的监督下 继续认真打拼 开创南投县民更多的福祉 林县长在我们这三年当中 表现了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 有什么有事 我们新的一个议员 绝对是 选择由你来感动 我们的输求 建设 也都有一日完成 我们林县长 他就认真 选担到我们所有的 管府的团队 所有特权路士 教案 认真打拼 来替我们乡亲 照照 这场记者会 以武林大会方式呈现 并端出20项重大施政愿景 议长何胜丰及多位议员 都到场表达 肯定县府施政 并期许未来 继续为县民打拼幸福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